嗨 我是Eric 你好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外汇市场里想赚钱 所以那小白们通常都会去找老师 这些老师 老师说 很多人都会开始去找哪一位老师是高明的 哪一位老师是出了名图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找很多老师 在很多老师的指导下 就可以开始学习 然后就开始得到你们要的获利 对不对 所以我要说的东西其实是这样 这世界上没有最好的老师 只有适合你的老师和技术 这个方面很多人都有点误解 就是我想要找一个非常厉害的投资人 来教我怎么投资 不过可能他的方式不适合你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误导 说我们要找最好的老师 我们不是小学生 因为小学生读的课本是一种而已 那么老师呢 负责的就是把课本里面的东西交给你 是不是 可是在成人呢 我们学习这些投资的时候 很讲究的就是技术 还有适不适合自己的心态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很多投资者啊 交易员啊 都会认为说最好的老师 我在找最好的老师 一个老师找到了 可是我又不能获利 就讲这个老师不好 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呢 我倒觉得说 是我们自己到底适不适合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呢 对自己有付出点责任 对他人呢 也是有付出责任 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非常地客观地去对待这些老师 对不对 所以 市场上的技术是多到不能再多 可是老师说一句话 每一样都是可以赚钱的哦 你适不适合他呢 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哦 OK 好不好 那么下一次我再跟你分享多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老师啊 他们的教学啊这些东西好不好 OK 下次再跟你分享多一点 多关注哦 拜拜